有一些人可能還沒有被曝出來 只要幾個 一個 所以還在狂態 看誰可以曝出來 對啊 選拔的賽斯是這樣子的 我跟你講就是說 每一個的比賽都不太一樣 當然最重要的我們想 不管是音樂比賽 或者是我們看什麼那種 才藝 舞蹈 舞蹈 跟方面比賽 其實我覺得 我們這樣看下來 很多事情難免 主辦單位或者是評審 都會有某種的喜好 某種喜好 就是我看他比較順眼 雖然他的才藝各方面 沒有特別好 但是我覺得 我有時候這個人很奇怪 看對眼了 他可能就會給他分數高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難免都會 像哪個對眼就看我比較不順 真的 胖太多了 沒有 他看我比較對眼 我瘦很多 他現在被孕 對你 我要養卵子 所以呢 因為我38歲了 然後現在就是有去驗血 然後是 醫生就是說就是 如果要動卵的話 就是要養一下 所以我就沒在管身體肥胖 卻軟子沒養到 養到身材了 他在土地裡不是叫你撿身體 他叫他餵他 我從頭要理他 那什麼東西啊 哈哈哈哈 欸 所以大家在看一看 我們今天主題活動是 我們那個電商主播大賽 我們大概目測七碼二十 哪有 那我這種才是事實好不好 好 西亞大概是臉一半吧 喂 欸 你怎麼會走開 不要走開 他那個事情也進入司法 然後 那妳看了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 報應這種事情呢 就是 不是不夠時候會過 真的 有一些人可能還沒有被爆出來 其實也沒有這麼大的時候 去年蛋頭事件對不對 我真的是 me too十足了 走在很前面 被爆出來 對啊 有大概幾個 一個 一個 所以還在等待 看誰可以爆出來 對啊 你到底沒有想到 你去 接吧 我覺得 會這樣子對一個人 一定會這樣對別人 等一下還有其他順快 對 我覺得 人很難 去改變界 對 所以 我覺得我不要當這個 對 我們還是好好當 我們好好當評審跟組合 是綜藝圈的 大哥 那應該不算大哥啦 我認識的大哥都蠻好的 像哪個 像哪個就好 我哪個都好啊 不好意思 這時候我這樣承認我是大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小雅 吃 如果